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2月24号,礼拜天,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下我在Digital Ocean上创建的两个服务器的一个用性情况了,因为这个月原来在用的那个冷灯好像不行了,挂掉了,后来就在 在Digital Ocean上面就是租了一个空间,开了个账户,或者注册了一个账号,现在在搞活动就是说从5块钱送100块,但这个100块就是说需要在六天内用完的,我这个用了大概,这个账户开了大概有半个月了,所以才花了四块多钱 两个月这样的话,估计还是用不完的,所以可能要加仅再做更多的一些实验或者测试呢,在技术上搞一下研究呢,做一下学习,这个也是不错的 这个是我创建的两个服务器的,一个是在SF好像圣福兰西斯科的两具的银盘的,一个是开在纽约那个机房的两个的 这个是我点进去看一下这个运行情况的 两个都是德班的,因为我是技术小白了,所以因为测试的时候挂个一个V2内服务器的话 就是233大神那个一键安装版本的,在这个德班系统上8.1安装成功了,就不改了 因为其他服务器上面有时候刚刚在转的时候测试了很多,并好像不行 所以就一直用这个,反正能用就行了嘛,这个是带宽的,这个是周期选的是30天的 这个是带宽的一个使用情况也是非常充裕的 因为我在服务器上就是挂了一个V2内这个功能,其他就自己用上网玩玩的,上游管,看看新闻,或者就上游管,主要上游管 就这玩,那这个是用性情况,这个开的是二十五号的一个键的 你看,就晚上下午用的时候用的,到今天二十五号大概九天了,从来没有断过 没断过也没有被那个封堵过,基本上还是正常用性的 这个CPU也是很正常,很轻量级的,百分之三分之一的都不到 嗯,非常快誉的,其他功能也没在用,就说想使用IPv6没在用,我还是用IPv4的 这个另外一个,这个是建在纽约机房的,纽约机房开了多少天,几天开的 纽约机房这个是19号开的,到现在也就是五天了嘛,一个礼拜不到 我是切换到七天那个走期的,基本也是正常的,两个 这两天没在用这个账号 反正那个账户这个用不完啊,是吧 所以挂着也是纯粹就是省业,浪费就浪费了嘛 因为你不挂的话到时候到期之后它就,它就取消了,这个也是清的 嗯,点进去看一下那个,DigitalOcean能创建的那个 那个操作系统啊,它这个操作系统支持这个的 UBUN好像也是呢 14到18这个版本的 64位跟32位,还有支持那个 FlyBSD,也是这一块的 还有FlyBSD,还有FlyBSD 这个是Doban的 Doban 还有CenterOS这块 这几个五个操作系统,因为我在试的时候 挂V2内的服务器的时候 就说参考这个文件 找了好几种,原来在国内的 那个网站上找到的 都很慢,其实都是习稿写成的 试了很多这个 像CenterOS 这个Doban都试的,都不行 它习稿的嘛,就是很多 稿件互相参照 一起制成的,所以肯定是误导的 所以后来在233 大神跟那个V2内 那个原 就是说 作者的,就是开发者的网站上 就是说找到了一些 参考资料,那个就安装成功了 当时用的是一个 这个Doban8.1664嘛 所以就一直用了 不想改了,因为能用了就好了 这个是 这个 就是 就 服务器的一个配置呢 一般五块钱一个月用差不多了 你个人挂个服务器 玩玩的话基本上差不多了 这个是优化后的一个服务器 四十块,那不会用 这个其他功能 那个什么 存储啊,还有 这个是机房,它八个机房 纽约,San Francisco, 阿姆斯特丹, Singapore, London, 法莱克福, Toronto, 班加罗, 就这几个,这个是IPv6 功能,或者监测功能 这个是登录方式 登录方式,你用ISA登录方式 或者密码登录方式 密码登录方式,也就是说 简单一点 这个就是其他的东西 好,用性还是比较正常的 谢谢大家